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太上老君大开金库大派财,这些生肖有福了,快来接 蜀象牛前段时间蜀象牛的朋友,在职场上遇到难题 孤君奋战了许些日子,如今到了收获的时候了 太上老君大开金库大派财,三个月内运势高涨 财运飙升,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赚钱赚得手软 蜀象狗,蜀象狗的朋友,在今年里可大失拳脚 太上老君大开金库大派财,在静下来三月内运势直线上升 工作有新的突破,会迎来一个爆发期,爱情事业双丰收 为家里天丁天福气,日后大气早成,蜀象羊蜀象羊的朋友 今年露心为喜,财生应笔,太上老君大开金库大派财 三个月将有大喜临头,在贵人的乡柱下财望路望 财神爷在财博宫内驻守,祝他们一路腾飞 财库满贯,可喜可贺,蜀象蛇,蜀象蛇的朋友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是气逼人 太上老君大开金库大派财,运势会达到今年的最高峰 财运滚滚,八方来财,未来的路富贵无忧 不少朋友逾越龙门,前程四井,蜀象猴蜀猴人 在三个月里是气逼人,可谓吉星高照,大吉大利 运气几乎好到报,台上老君大开金库大派财 财库满贯,正财大旺的大吉运 让他们事业心想事成,有升职加薪的时机 富贵迎门,生活开心快乐 蜀象鼠,蜀蜀人 三月里开始运势加,六合贵人 关心大旺之大吉运 让蜀蜀人事业运大放异彩 迎来许多好机遇 人际关系良好,能遇到许多好心人 台上老君大开金库大派财 蜀蜀人 不管干什么行业都能发财 惊喜不断 日子滋润 笑得乐开花 蜀象猪,蜀蜀人 三月里喜事多多 美事不断 台上老君大开金库大派财 精神饱满的他们人望财望 有助逢凶化吉的好运气 三合贵人的吉运 使得蜀蜀人 能得到他人的指点和帮助 事业,金钱运好 收获多多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未来一周 横财滚滚无边 翻身做财助的生肖 在未来一周 六大生肖会遇见生命中的贵人 开始行大运 转得钞票多多 农历四月开始财神偏爱 财运飙涨 行大运发横财 吉祥如意 深得大家的尊崇和同事的喜爱 横财滚滚无边 翻身做财助 生肖兔 属兔之人 未来一周得天解 陆勋两大吉星的眷顾 受好运影响 有望摆脱 早期一段时间赚钱很累 收入不见上涨的状况 届时好运家深福运和喜气倍增 正才一路发发发 不愁吃不愁喘 同时属兔的人事业中 当下虽挫折不断 但是只要 更加坚持更加努力 随助能力提升 不出几年笑傲江湖 傲视群雄 生肖猪 生肖猪的朋友 关于运势 早期一段时间审辩官 有凶星灾煞作乱 所以较多人 虽然表面上光鲜亮丽 实则繁星事较多 未来一周受五行 有水生木之局影响 遇水生财 届时气运旺盛 财旺福其旺 倘若皆助好运 贵人如雨 另外生肖猪之人 贫瘠努力加好运 未来发财会变得更加容易 将来横财加深 笑傲江湖 傲视群雄 生肖蛇 属蛇的人通常十分善良 看似没脾气 实则骨子里倔强 并且非常活泼 热心喜爱 未来一周才入金钱之局 到时候运势上架 逐势顺畅 富贵难党 乃富贵荣华之命 另外一部分属蛇的朋友 虽然工作不顺心事很多 但是通过不断发现 自身不足并加以调整 随助眼界提升和人脉开拓 笑傲江湖 傲视群雄 往后定当做人结 生肖羊 生肖属羊的朋友 在前几年运势一般 事业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但是从未来一周开始 蜀羊的朋友财心入命 钱财滚滚来 单身的蜀羊人 桃花绽放 已婚的蜀羊人 夫妻恩爱 有望增添新成员 前途一片美好 形势一片大旺 德财神恩宠 注定收入大增 存款翻倍 生肖马 生肖属马的朋友 他们做事踏实 为人善良 容易得到他人的赏识 现在不管做什么事都顺心如意 未来一周的时间开始 蜀羊人钱财滚滚来 锦绣前程 并且蜀羊人做事果断 有上进心 工作刻苦细致 容易得到领导的青睐 假以时日必定能够步步高升 事业功成名就 熬出了头 天天大鱼大肉 生肖猴 生肖属猴的朋友 从未来一周开始横财大发 钱财滚滚来 拥有锦绣前程 在吉星照耀之下 红浮无边 喜事一桩接一桩 属猴人 在早些年的时候运势一般 吃了不少的骨头 但是到了今年开始 红运当头 诸事大力 好运望不停 并且能够名利双收 纳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鼠龙 鼠马人 不要再跑了 你的喜事来了 喜上加喜 快来接喜 鼠龙人 不要再跑了 你的喜事来了 喜上加喜 快来接喜 听老人说 鼠龙的命是一只玲珑 他们一生有大运 为鼠龙的赚下 家中有鼠龙的 身边有重要的人鼠龙 他们财源不断 平安健康 财运大发 家庭幸福美满 鼠龙的人 仗义豪气 为人耿直 一生得上天垂青 运势一向不俗 贵人送财来 点钱点到手抽筋 要尝万贯 他们的正财运稳步增长 而偏财运持续旺盛 鼠龙人若是能在 未来三十天中把握机会 以及集中 必能收获意想不到的财源 收入翻翻 由红韵当头 急心入命 日子有钱不难 事业蒸蒸日上 有望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 带领一家人过上富贵的生活 从今天开始 鼠龙人撑过几次困境 整体大运都会转衰为旺 闲鱼翻身 除了赚钱的能力大大提升 事业上更是大有起色 收入也会水涨船高 工作顺风顺水 大富大贵之日也不远了 只是在运势向好的时候 千万小心口舌飞翼 凡事都要谨慎 切勿受人以柄 人生充满了启程转合 能够在沉下去的时候 安守一份内心的宁静 独享一份寂寞的清幽 那么在崛起的时候 方能真正地体会人生的真意 小马人不要再在了 你的喜事来了 喜上加喜 快来接喜 一生运势 马年生人 自由奔放 富有想象力 男马洒脱豪爽 女马浪漫热情 一生运势大起大落 有不少成功 也有不少失败 生肖马主意多 眼光独到 财运好 本月他们来到了 财运最旺的时机 可谓运势极佳 再加上他们即使是遇到了困难 也总能够想法设法地成功克服 事业有所起色 金钱不断进账 顺顺利利 同时能够得到别人的关心 所以呢 会在感情这一方面有的收获 也会得到爱人的表白 如果能改掉自己粗心大意 三心二意的习惯 注定才来运转 钱包越来越古 好运不断 一时无忧 因为付出多 所以在盘点之后 生肖马的贡献 也逐渐显露在大家面前 他们不仅能够获得工资上的提升 也能因为吃苦耐劳的精神 受到公司的奖励 正才方面水涨船高 喜讯多多 蜀马人重视家人的感受 当他们获得足够的工资回报后 能够与家人共享 提升家庭生活品质的同时 夫妻之间情感加深 正桃花又增进一步 日子有钱不难 事业蒸蒸日上 有望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 带领一家人过上富贵的生活 每个人都渴求幸福 但我们亦应当正视人生 不总是一帆风顺 我们应当保持吉人天象 好运随身的信念 善待自己 善待他人 积善成德 好运自然相随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